引擎 哈嘍 大家好 大家好 嗨 大家好 我是干杯集团品牌管理部 負責Haypal 物品牌的Joy 师傅我们今天呢 要来介绍的是什么锅呢 是黑毛的蒜蒜锅的 通煮方式 我们的蒜蒜汤呢 是用昆布跟柴鱼去熬出来的汤 那昆布呢 它泡热水 它不会把那个鲜味哦 不氨酸泡出来哦 一定要用冷水泡一个晚上 那个不氨酸才会出来 那不氨酸是什么呢 不氨酸就是 鲜味其中的一个氨基酸哦 那鸟肝酸呢 我们的菇类里面就很多的鸟肝酸哦 那这些呢 简单来说它就是天然的味精啦 因为我们的食材是天然的哦 好的 那我们菇类加进去啊 要让它稍微煮一下 就是就如师傅刚刚讲的 不同的氨基酸 让它稍微煮一下去融合在一起 会让汤头的鲜甜味再更加的出来 它这个是加倍的哦 惩罚效应哦 好 那接下来我们可以下我们的 鸡肉丸 哦 鸡肉丸 好我们直接下锅了哦 那每一颗15公克差不多是一口蛋 不错了 然后转过来 计时一次 2分48秒 我们的肉丸就可以吃了哦 吃火锅的时候 什么菜都有 但是一种菜很少出现哦 哦 是什么 那首先呢 泡下去 然后是火都给它开到最大 没关系哦 菜梗的部分我们差不多烫个四秒五秒 然后我们就把它捞起来 那美生菜啊 天啊 师傅我们有这么多种酱料 那我们到底要搭配哪一种吃最好吃呢 蔬菜的建议的酱料是白芝麻酱 那其实原味已经很好吃了 那沾酱之后呢 它就更上一层了 更好吃 我看到了有一盘很特别的东西 想问问师傅这是什么 这是 莫大雷拉起司 哦 这是鸡 我把它切片 那师傅你说我来试试看 不知道会不会成功 好 那我跟你说算三秒 算三秒 我敢算三秒 好 所以我们就是下去一段 在上面 好 可以了吗 好 乌乌乌乌乌的感觉 对 那起司跟这个我们刚讲的这个 温沙拉 起司跟沙拉吃起来也是很搭的 所以呢 把这两道摆在这个餐前的最前面 也是很适合的 那我们就可以放我们的第三包是什么呢 白色的 鱼豆腐 鱼豆腐的部分呢 其实它就是用那个鱼鱼 鱼姜 然后做成的一个豆腐 那大家会先看到我们现在它是小小的三角形 那等一下煮了之后呢 慢慢的慢慢的吸附了汤汁 它就会开始慢慢的膨胀 大家会大个0.5倍吧 那我们可以对照一下 你看它膨胀的大小 吸附了汤汁之后 大个0.5倍 对 颜色好像也变得不太一样 对 诶师傅我们刚刚好像煮肉丸的那个时间已经到了 沙肉肉丸 沙肉肉丸 对 我们的鸡肉丸吃起来是 滑滑的 那它的滑来自于我们里面有放这个山药 山药就是滑滑的 那你会吃起来觉得又脆脆的 是我们的三角鸡卵骨 那肉呢我们是用鸡腿肉 吃起来会比较扎实一点 那这三个元素加起来之后呢 各种口感都有 滑脆啊这样子 这个鸡肉丸搭配的是我们算算锅都会附的这个黑白芝麻酱 但是呢 我们第一颗肉丸还是建议大家先吃原味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加了蔬菜啊肉丸啊水豆腐的入锅之后 接下来我们算算锅的重头戏要来咯 那我们重头戏呢是搭配就是日本A5和牛 两种部位肉 对两种部位肉 然后都是A5等级的 那我们请师傅来先帮我们介绍这一盘 这个是日本和牛的腿 那腿系的它的风味就是它的油脂会比较少一点 牛肉的风味会比较重 那另外一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的肩细 那肩细也就是它的肩膀 就是日本和牛它有一个小知识 就是它的油脂的容点很低 所以很容易就是有那种入口即化的口感 好那师傅要先算腿系吗 先算腿系好了 好 因为先吃油的话呢 口味会影响到这个腿系的肉的风味的影响 okok 那通常我们在算肉的时候 很多客人都会问说 诶这个肉适合算多久啊 那其实我们日本和牛都适合吃三分熟 那我们在算的时候不要直上直下 因为你直上这个区块的温度它下降了 汤是热的肉是冷的 温度它就下降了 所以我们要利用它这个表面 这样把它扑上去 对 一秒 两秒 三秒 哇 三分熟 三分熟 日本和牛三分熟 师傅 那我们腿系的肉算好之后 我们建议搭配什么沾酱呢 酸酸过的 附赠这个碰醋酱 酸酸的 然后有点橙汁的味道 碰醋酱 好 那再来我们还有这一盘就是 尖细的部位 那我们请师傅帮我们蒜油片 尖细的肉 那这个是尖细的油花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个也是三秒多的 对 三分熟 三秒 三秒 哦 天啊 这个这个颜色 然后跟那个油脂 全部不得了 对 那我们再搭配一个 这个是生气味醬 生气味醬 有点辣辣的感觉 生气味醬 那这个呢 它的油的味道会比较重 日本的油 日本和牛的油 它是甜的哦 那搭配这个 生气味醬 搭配起来 微辣微辣的那种感觉 真的很享受 尤其是在三分熟的熟度之下 那我们针对今天呢 教大家如何烹煮 然后食材的这个部分呢 大家不知道 有没有都学会了 或是有没有跟着我们一起做呢 那如果有自己的吃法 或自己的创意 你觉得这样更厉害 你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 在下面留言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 拜拜